地球为所发育到现在,历经板块漂移,大气稀薄,氧气含量低下等远古时代,终于迎来一个强盛则最适合人们生存的环境,石油储备含量,各种天然气,矿石,森林,动植物资源等。 虽然看起来我们地球很富饶,但是这样的资产总就用光了一天,而我们住地球这么久,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,因此在航空航天科技不断发展下,关于星际移民,一直是各国科学家的梦想。 但是我们的宇宙飞船速度不行,仅仅飞到月球就止步不前,对于八大行星,各种短行星,大型卫星的探索,都是通过探测器来进行的。 飞出太阳系,也只有旅行者一号探测器,想要移民外星球,在太阳系内希望渺小,但是也不是没有希望的。 其中土卫柔和火星就跟地球环境极其相似,土卫柔想出生的地球,火星的过去,像现在的地球。 其中土卫柔又叫太塔,因为它比较大,太阳系的第二大卫星,为什么说跟地球早期很像呢? 因为它是太阳系,唯一具有逆极大气层的卫星,能够太阳辐射和各种宇宙射线。 除了大气,它内部还还有充沛的能源和水冰,由于温度比较低,零下176摄氏度,上面全是水冰混合物。 还有甲烷和乙丸,表面都是甲烷乙丸形成的琥珀,内部还有炙热的核心,不断喷发水蒸气和其他物质。 能源极其丰富,地球平均半径是6731公里,土卫柔是2575公里。 但是它的表面陆地不比地球上,据报道,美国纳萨的科学家,根据哈希尼号探测器,传回的数据研究公布。 如果人类移民到土卫柔,能够解决温度和氧气前提下,土卫柔的资源,能源,足够10亿人使用,利用这些能源,可以更好地改造土卫柔的环境。 据拿发的天文学家研究发现,就算没有人类的感觉,现在土卫柔就是45亿年前的地球,再发育到十几亿年的时间,就会形成生命,而太阳会不断膨胀把红巨星转变。 到时候土卫柔的温度会升高,那时候地球会被太阳膨胀给吞噬,而土卫柔距离较远,吞噬不到,会比地球的条件更好,也算是未来人类的后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